好 弟兄姐妹晚上平安 我们一起来学习基督教要义经讲系列课程 那么我们今天将进入154课 祷告的第20讲 主导文的解释的总结的部分 主导文的规范性和自由性 或者说祷告的规范性和自由性 基督教要义第23卷20章48节到49节 我们现在一直以来学习了主导文 主导文分为六个祈求 前三个是关乎上帝荣耀的 求祂的名 求祂的国 求祂的旨意 然后三个祈求是关乎我们自己的 即便是求我们自己的 其实也是离不开人存在的目的 神的荣耀这个主题 所以也谈到了什么 即便为自己求也 即便求关乎自己的事情 也是带有这种公共性 不能出于那种拜偶像时的 那种自私贪婪的角度 去只是为只想到自己 所以这个其实很颠覆 我们一般基督徒的观念 我们觉得祷告有的时候 我们为教会祷告 为神的国祷告 为别人祷告 可能需要这种国度的胸怀 什么大公性 为自己的日用的饮食 为自己的试探 可能就不是了 其实不是这样 主导文告诉我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日用的饮食 我们的罪 救我们脱离凶恶 所以它是一个公共的祷告 也是带着公共意识的祷告 基督徒永远不是那种 像世俗文化当中那种强调个体 以个体为中心的那样的信仰 基督教绝对不是那样 基督教是指群体性的 虽然不抹杀个体 但是它始终是上帝看我们在基督里 把我们视为他的身体上的一个肢体 离开基督我们就是个体个体的罪人 要遭神的愤怒 上帝把我们融入到 联合到基督的身体 这样我们就成为基督的肢体 所以我们始终是一种公共的一种存在 虽然是个别的 但是我们却是联合为整体 因此我们的思考 其实也应该训练我们那种基督教的思考 基督教的人论 基督教的个人生活 基督教的所谓的私生活 始终是离不开群体 所以这种意识是很重要的 这也是我们看到过往的基督徒当中 他们因为不知道这个的缘故 以至于他们越祷告越骄傲 越祷告越自私 为什么 他们只不过是以那种异教的 或者是自己潜在的那种异教的 迷信的那种观念去热心的祷告 去忽略了祷告里面这种 带着公共的意识去祷告 所以越祷告 带着公共的意识越祷告的话 不会越来越自私 只想到自己 所以也不会骄傲 因为总是考虑到群体 所以这里面提到了很多重要的祷告的原作 其实我们平时是没有注意到的 忽视的 所以后三个就谈到了我们日用的饮食 我们的罪 我们的债 我们得胜事探 胜过罪恶 不叫我们遇见 不叫我们落入 那讲到这里的时候 可能有人就会说 既然主导文是这样教导我们 那么主是不是要让我们照本宣科的一字不落的 去使用主导文呢 就像我们通常礼拜结束的时候所背诵的 甚至小组聚会的时候背诵的 甚至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祷告 有的人也拿这个背 是不是像其他异教徒那样 只不过是重复一些咒语咒文那样的方式去用呢 肯定不是 所以这节课里面 我们就谈到了主导文 到底我们如何去看待它 如何去使用的问题 就涉及到了两个主题 一个是它的规范性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自由性 主导文提供了一定的规范 但是只要我们符合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也是有自由性的 所以我们这节课主要侧重于这两个方面 规范性和自由性 那首先我们来看主导文的规范性 为什么谈到主导文是规范性的 它具有规范我们 约束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主教导的 犯例或者说祷告的规范 因为它具有权威性 为什么它具有权威性呢 首先第一点是出于圣父 圣父上帝 他差遣圣子 做基督来到这个世上 他喜悦我们 单单的去听从他 马太福音17章5节里面 当时耶稣变相的时候 有摩西 有以利亚 与耶稣在这个异象当中显现 所以门徒们看见这种光景 就感到震惊 彼得就是嘴快 然后就激动的不得了 就说 这里真好 那就搭三座帐篷 一座给你 一座给摩西 一座给以利亚 虽然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慨 给耶稣提建议 给耶稣出主意 按着自己的观念去理解 基督教和信仰的时候 上帝 圣父上帝就在云中 发出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他 什么意思 无论是摩西 以利亚 都是为基督做见证 象征着旧约的律法和先知 都是为耶稣做见证 彼得那也是 搞不清楚大小王 结果把摩西 以利亚和耶稣 摆在同等的地位上 然后又给他 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 又提出这样的 看似善意的建议的时候 上帝也其实在 除了显明 他基督是律法和先知 所见证指向的主 那个焦点以外 在有纠正彼得 不要乱出主意 要听他的话 他是主 不是你是主 你这么低 那么低 这么安排 那么安排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 启示了一个问题 就是上帝喜悦我们 听他儿子 独生儿子 主基督的教导 那正因为如此 他拆遣了基督 成为人 来到这个世上 所以主基督 也是照着父的旨意 来到这个世上 也亲自教导了 诸道文 所以就让我们 这个权威 实际上从父而来 然后从子而来 我们要重视 这个诸道文 那基督是怎样的呢 不只是父的权威 基督也是具有权威的 他是父永恒的智慧 以赛亚书十一章二节 他是永恒的智慧 在永恒当中 他就是智慧 创造也是借着智慧 透过智慧 而且旧约里面 我们看到很多的篇幅 真言书以外 很多的篇幅都提到了 这个智慧 上帝借着他的智慧 创造等等 借着他的智慧 实行统治 所以他是赴永恒的智慧 因此他本身 也具有极大的权威 因为是这种智慧 不只是某种灵魂的功用 灵魂的作用而已 他是有位格性的 圣子 所以他也是神 他是具有永恒性的 这位神 所以他所教导的 所有出于他的智慧 都是真智慧 因此他具有权威 不仅如此 降世为人的基督 成为人 被称为奇妙测试 他就是来给提供 给我们那些 最高智慧的建议的那位 以赛数九章六节 所以他出于他所提的建议 他所教导的 我们当听他 那作为我们至善的 最好的 最最好的老师 他亲自教导我们这样 祷告的准则 马太福音六章九节 说到你们祷告 的时候要如此祷告 所以在这里面提出了 父的权威和子的权威 因为他们所示的 然后他吩咐 他命令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容忽伤 既然父差遣子 让我们听子的教导 子又本着他是永恒父的智慧 他又是来自 做我们的测试的那位 他又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所以他带着他极大的权威 和使命去教导我们的话 我们都要留意一听 因此祖导文具有权威性 不仅如此 祖所教导的这个导文 它具有权备性 权备性 这个祖导文里面包含了 祷告的纲药 大纲或者是药纸 我们要祷告的时候要求什么 祖导文没有把世界上所有的 可能发生要发生已经发生的事情 作为一个详细的目录 罗列记载下来 那样的话 可能这个地球无法承载那样的内容 那祖导文具 作为我们祷告的题目 并没有那么做 而是提供我们一个纲药 一个核心的药纸 它包罗了一切 它的内容方面是全备的 它没有任何的缺乏 为什么呢 凡是神所学的事情 都包括了 你的国 你的旨意 你的名 以及所有与神属性相称的 这些祷告都是与神的本性相称的 并且是我们需要的祷告 前面三个谈到了神的荣耀 直接谈到了神的荣耀 神的名 神的国 神的旨意 后面又谈到了我们的生活的问题 饮食的问题 然后属灵的罪的问题 还有属灵的征战得胜的问题 胜过罪恶的问题 它包罗了所有我们所需用的一切 我们向神应该献上的尊崇和礼拜 我们应该对神抱有怎样的敬畏和态度 然后我们的人生目标 然后我们的人生目标应该怎样以让上帝的灵和他的道在我们心中掌权 神的国 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顺服他以至于能够尊容他的命 这是关乎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涉及到我们自身的一些需要的时候 其实这跟前面有联系 然后我们的缺乏 我们所需用的一切的需要都从他那里得到供应 当我们领受到这些仰望他的供应的时候 就是在尊容他 人最不尊容神的就是可怕的事情 就人靠自己的力量 以为凭自己可以在这个世上活 不需要依靠上帝 人越依靠自己的力量 不依靠神的时候 其实就在羞辱神 为什么 神造人就是一种依靠的存在 耶利米书里面说到 人依靠自己血肉的绑壁 17章 依靠血肉的绑壁 心中离弃烟滑的 这人就必如沙漠的杜颂 生命就会枯干 看似很难而当自强 但是其实生命 离开生命的主 人就必然落入到那种枯干里面 属灵的死亡的里面 骄傲的里面 所以人不能离开那位造物主 离开造物主就像离开了活水泉一样 依靠自己就像造了 破落不能虫水的池子一样 所以依靠我们自己也是不可以的 那当然这个不是指我们一无所为 我们在顺从依靠谦卑的心态里面 仰望神的心态里面 使用上帝给我们的才能 光阴才干智慧等等 健康 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赏赐的 所以不能以为这一切都是我的 我自己的能力 我自己的力量 然后依靠自己 所以我们日用的两世实际上是表明了 我们全心依靠它 从它那里获得一切的供应一样 赦免我们的罪 罪就跟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关系 包括试探试炼等等 都是我们生存和信仰的生存 得胜的问题都是涉及到这样的 所以我们所需用的一切 无论是一般领域的 还是属灵领域的 我们整个存在都需要依靠它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这个祷告的范例 这个规范 这个主导文呢 它已经提供了给我们一个祷告的大纲 我们要求什么 要追求什么 提供了这样的要职 是无所不包的 无所不包的 我们生活当中所遇到的所有的事情 所谓的凡事 都包括在这里面 是一个原则 大纲 都不能越过这个 都不能越过 因为上帝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 一个全辈的 一个权威性的 一个规范性的 不可逾越的范围 什么意思呢 首先当我们将自己的思想 添加在神的智慧之上的时候 实际上这是一种亵渎 什么意思 上帝已经将他所喜悦的 我们所应该追求的 所渴望的 需求的 借着主导文 已经无所不包的赐给我们了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就应该以主导文作为规范 所有的祷告 要思想主导文 他教导的总纲和原理 我们要追求什么 我们应该如何求等等 但是当我们以自己的智慧 以为自己的聪明 好像上帝给的太愚笨了 好像就像一般不信主的人 认为福音是愚拙的一样 实际上就以自己的聪明 废弃神的智慧 那这样分明是一种亵渎吗 轻视神的智慧吗 好像上帝不如我们智慧是 所以你看我们 这个有创意性 有聪明 有头脑 我们想的比上帝想的更好 我们想的比上帝想的更高 更远更宽更多 上帝好像没有考虑到这些需要 这实际上是对上帝一种羞辱 上帝我们前面说 祂是我们的主 祂是至善的 而且祂是真正的智慧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智慧和知识 没有一个不是从主而来的 当我们堕落之后 我们心思里面产生了一些邪恶的意念 可能是一些错误的知识 那个不是从主来的 是我们自己邪屁的心里面 偶像的工厂里面所产生的这种产品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当我们在祷告的事情上 不肯受他的规范 主导文所限定的这个范围 去祷告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以自己的智慧 去废弃神的智慧 是对神的一种亵渎 不过是我们过去可能是对主导文的理解 是停留在肤浅的角度 所以就觉得那六句话 怎么可能暴露我生活的方面 我儿子上学的问题怎么办 我结婚生子的问题怎么办 这个找工作的事情怎么办呢 烦喘气的 烦人活着的 所能设计的所有的领域 主导文里面已经给我们了总原则 所以不可以越过神的荣耀 不可以越过神的旨意 不可以越过神的统治 无论我们求吃的 日用的饮食 还是求试探 胜过试探 还是求赦免 包括所有方方面面 都包裸在这里 无所不包含 它是原则 它不是详细的目录 直接把字和句都规定下来 你必须照着这个读 照着这个祷告 多加一个字也不可以 不是这样 给我们了总纲和规范 让我们好明白 这个总纲的规范的时候 在这个规范的 允许的范围里面 去祷告 所以我们的思想 不可以在神的智慧之外 或者之上又加添什么 好像上帝给的主导文 不够充足 我们就再添加一些 这是自以为是的 是一种对上帝智慧的亵渎 好像上帝不够聪明一样 第二 藐视神的旨意 并因自己不节制的私欲而远离神 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其实有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们不祷告是犯罪 有的时候祷告也在犯罪 那你到底还祷告还是不祷告 当然祷告比不祷告好 对不对 祷告比不祷告好 好好祷告 按照神的旨意祷告 要比随意的祷告好 所以基督徒成长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要不断地学习神的话 我们学习如何去认识神 祂的属性 祂的作为 认识我们自己 也要认识如何去礼拜神 那包括祷告一样 我们本性当中 本能的可能会呼天唤地 但是如果具体的 把我们摆在上帝的面前 祂是谁 我们该如何去求告祂 礼拜祂 因为祷告是属于礼拜的一个部分 如何去借着祷告 献上新香的祭 能够蒙祂悦纳呢 那你必须学习神的话 按照祂的旨意 我们不可以藐视祂的旨意 祷告的时候任意枉为 忽略祂已经教导我们的旨意 已经显明的旨意 然后把我们心中所追求的 放在第一位 结果不顾神的旨意 肆意地在神的面前 放胆地去求我们心中所愿的东西 这个是非常可怕危险的 只是一种对神的一种不尊重 然后随着自己的肆意 远离神 远离神的旨意 那你说祷告不是亲近神 不是的 开始不是亲近神 敬问神 敬拜神了 而是开始倾向于拜偶像了 我们去祷告不再是敬拜 不再是求问神 顺服神 在顺从神的事情上 觉得自己无能软弱的时候 求他给我恩典 在顺服神的事情上 觉得自己的缺乏和不足的时候 求他给我供应 在顺服神的事情 第一道是得罪神的时候 求他给我赦免 所以不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在只关注自己欲望 所追求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在不考虑神的旨意 远离神的旨意 所以有的时候 祷告也是礼拜当中 犯罪的事情很多 祷告当中去得罪神 远离神的事情很多 因为当我们心中的私欲 抓住我们的时候 我们所追求的 只是我们所渴望得到的 而那个事情 我们在不考虑 是不是神旨意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那个事情 就成为我们的神 我们的偶像 结果我们就远离神 不再愿意委身给他的旨意 顺服他的旨意 寻求他的旨意 反而去旨意地去追求 我们要得到的那个东西 这个就是爱世界爱父的心 就不在我们里面了 神就不在我们心中 最尊贵的位置上 而是沦为偶像 我们沦为假神 我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只不过是利用他的那样的一个存在 所以有的时候祷告的时候 过度地去追求自己所愿的 实际上就是在藐视神的旨意 然后放纵自己不节制的私欲 从而是我们远离神 所以不可逾越 主祷文所指示我们的这种祷告当中 顺服神的旨意的那样的范围和规范 最后不可能从神那里得到什么 因为不是出于信心 就是这些随着自己的私欲 在神的面前即使是紧实 即便是大声呐喊 即便是怎么怎么宣告 即便自己以为怎么去确信 我相信神一定赐给我 如果他离开神的旨意 离开诸道文所规定的 上帝所教导我们的规范 离开神的话 离开神所指示的话 那个就不可能得到应答 为什么 真正的信心始终是基于神的话 上帝没有应许你信 那个就不是信心 那叫迷信 那叫盲信 那叫自信 那叫用自己的意念去支配神 用自己的信念去控制神 我信你一定会成就 你凭什么信 上帝没应许你就信 那个就是信念 用你的意念意志 强烈的意志去支配神 以为那是信心 不是 信心是接受 是仰望 是信靠 是顺从 如果神没有说 那个就 不可能有真正的信心 因为信始终是 从听神的话而来了 神如此应许 阿们 愿主的旨意成就 上帝应许了 才有信心的可能 神的话 神的应许 神的旨意是 信心的基础 没有神的话 作为基础的话 就不存在真正的信心 凡不凭着信心 所求的都是罪 我们看到 信心是基于神的话 凡越过神的话的 都不是信心 所以弟兄姐妹 在这里 我跟大家插一句 当今教会 特别是 十九世纪后 二十世纪 经过复兴运动之后 所谓的复兴 复兴也分 好几个类型的复兴 特别是分离的复兴主义 的运动之后 渐渐的 人的这种热心 人的这种努力 就开始旺盛 这里不是说 我们真正领受恩典以后 要积极的引擎 侍奉神的一个引擎 而是人开始主动的 做些事情 特别是在 神没有指示的情况下 人的热心 当今教会也是 他评判一个人的时候 往往是以 督应来评判我们的逼应 我们所做的 来判断我们所逝的 其实圣经里面 总是强调我们所逝 所以我们才如此做 你们行事为人 应当与蒙昭的恩相称 以色列百姓 你们是我的子女 所以你们要这样这样这样 过分不为圣的生活 我要做你们的事 你们要做我 所以你们要在列邦当中 守住圣洁 如何守住圣洁 照着神所交道的去礼拜 侍奉生活 那就是你在万民当中 区分的唯一的准则 离开神的话 他们没有什么 可以与一般的 其他的一族之间 有明确的分析 所以除非是他们听神的话 学习神的话 持守神的话 顺从神的话 这样他们才能过一个 真正不属世界 与众人分别的分别出来 区分开来的属神的圣洁的子民 那今天的基督徒也一样 很重要的是听神的话 学习神的话 明白神的话 但问题现在这个时代 总是以做事为重心 忙总比静好 公司凭业绩判断一个人 教会可能有的时候 也会根据人的工作 去判断一个人 当然这个不是说 一听了这个好吧 以后再也不侍奉了 不是 有些人需要侍奉 为什么 在教会里什么都不做 闲散 枉费主的恩这样的人很多 不懂得去侍奉神 不懂得奉献 献身 在物质上 在时间上 在各个方面 在学习神的话语上 在服侍别人的事情上 不懂得去服侍 所以信主多年 仍然是成为一种 属灵的摊子 属灵的瘸子 没有办法去起来行走 属灵的手枯干的人 他没有办法去服侍别人 总是属灵的婴儿 去接受别人的服侍 这个不正常 我在这里面所讲的是 今天教会普遍的 另一种错误 就是总是在忙活做事 我们把做事本身 当成侍奉 其实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 从旧约到新约 侍奉的本质是顺从 所以先听 不听就不可能顺从 没有神的指示 你去奔跑什么 上帝没有指示 他的仆人就开始奔跑 那个不是侍奉 那是个人的热心 那是世俗宗教的那种热忱 那根本不是侍奉 所以上帝从旧约到新约 始终在乎的是 人如何留意 倾听他的话 一个人听神的话 比做事更重要 为什么 中国北方有一句话叫做 做事不由东 累死也无功 就你做事情的时候 你打工 你去给你老板打工 假如你去什么烤肉店 你刷盘子 或者给 在前台给人端 各种什么配菜 接待客人等等 总要港前培训 熟悉这个业务 怎么做 按照老板安排的 应该怎么做 有一些基本的 知识和训练才是 对不对 然后你不知道 然后你自以为聪明 然后你就按照你的方法去做 特别是那种西餐厅 你就用中国人的方式 去一顿稿 你在家所理解的 所做的那个方式 就无论是粤菜也好 无论是日食也好 肯定就是跟我们通常的做法不一样 我们不学一些精密的东西 不知道 然后结果就按照我们的热心 努力去做 结果做杂的事情 把很贵的食材就搞毁的事情 热心很重要 更重要的是 要照着神的话语热心 基于神的话语热心 做事很重要 但是前提是听神的话 不认真学习神的话的人 在教会里面的热心是最恐怖的 这种热心很高涨 但是又不明白神的话 在过去的经验里面 这样的人总是容易去评判 评判别人 因为他热心 教会就应该这样 教会就应该这样 然后他又不明白神的旨意和计划 不明白上帝在教会当中的治理的方法 不晓得神的道 然后到处去批判别人 所以他那个热心就变成了一种自意和骄傲 然后加上自己的无知 就开始为难别人 去指责别人 所以最理想的是 热心的去学习神的话 从神的话语里产生的这种火热的心 照着神的话去热心 保罗说他可以亲自做见证 犹太人是有热心的 向着上帝是绝对有热心的 热心去逼迫基督徒 他们并不认为 他们是在逼迫基督 他们认为他们是在为上帝行公义的事情 去除去这些亵渎神的异教徒 为什么 他们在传异端的教训 所以他们热心去逼迫迫害基督徒 热心去拦阻 虽然圣经里面告诉了 犹太人在逼迫耶稣和使徒们 基督徒们背后也有私欲 因为很多人都离开犹太教去信了基督 所以他们顾及到自己的既得利益的缘故 他们也去故意为难使徒到哪里传福音 就到处去煽动人 去拒绝抵挡保罗的使徒的信息 那总体上来说 犹太人是有热心的 但是问题是他们不按着真知识 而是按着他们对律法的错误的理解 不是按照律法的真正教导的精硬 去侍奉上帝 也不是按照信心去侍奉上帝 而是按照自己的热心 所以他们的自义反而成为他们的绊脚石 热心虽然好 但是一定要加上真知识 没有真知识作为引导 作为基础 作为框架 作为规范 我们的热心就如同翻腾的洪水一样 所到之处都是毁灭 所到之处都是泛滥 是灾难 那对于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们可能需要热心 那更需要神的话 所以一定要注意 我们要热心侍奉神 但是热心的前提是 我们热心在神的话语上 在礼拜神的事情上热心 然后我们才知道 如何按照神赐给我们的话 智慧去热心的去侍奉上帝 祷告也是如此 没有神的话作为基础 就不存在信心 因为信心是基于神的话 没有神的话就无信心可言 所以我们要按照这个真知识去祷告 所以神这样的说了 神这样的要求了 神这样的应许了 神这样的规范了 我们就在神话语的范围里面 按照神所指示 所教导的去祈求 这就是信心的祷告 那特土梁呢 希腊教父 他就说到 真是而合意的祷告 是合乎律法的祷告 什么意思 符合律法要求的 合乎律法教导的 律法就是神的旨意吗 律法里面的精益 就是他所要求的 那个完美的意 当我们按照神 出于他本性 出于他本性 所发出的圣洁的律法 是合乎他心意的律法 是圣徒 是完美的意 完全的意 是圣徒终生要追求的 生活的规范和准则 我们祷告 当然要受律法的指引 律法的教导了 所以这一点 也在强调什么呢 所有在律法之外的祷告 所有在神的话语之外的祷告 都是为上帝所谨指的 我们不能越过神的旨意去祷告 那我们再思考一下 假如说我不明白神的旨意 那我们去祷告的时候 出于无知 上帝尚且怜悯 我们刚信的时候 不知道吗 但是如果信主十年二十年 不求进去 不好学习神的话 无知乱祷告的话 这个就无可推卸的责任了 无知因为无知 做错 尚且可以饶恕 完整是什么 明明知道 却不照着去做 故意的悖逆 那在无知之前面 还有两种 一种是 某种可以饶恕的无知 就像我们说 才出生的婴孩 他对于很多的事情 都无知 对不对 抓着那个剪刀 就往嘴里放 抓着那个猫尾巴 也要往嘴里放 抓着什么都往嘴里放 这是他的本能 他的本性 他就不知道那是危险什么 他认识和接触 是个世界的方法 他做了那样的危险的事情 因为他不知道 他那个阶段 12岁的孩子 拿着剪刀 还往嘴里含 往嘴里挫的话 那个就不应该了 12岁至少应该 有一定的常识了 虽然他不一定懂得很多 像四五十岁的 二三十岁的人 懂得那样多 不同年龄段 因着他的知识的增长 他有他相应的责任 有一些东西 我们是可以饶恕的 因为在那个阶段 是难免会犯了错误的 但是有些东西 是不可以饶恕的 为什么 那个年龄应该知道的 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 所以基督徒 随着时间的推 应该花精力 去好好地去学习神的话 爱慕神的话 神的话 就是我们信心的根基 信心的内容 也是我们信心的对象 相信神和他的话 不但如此 神的话也成为 滋养我们灵魂 使我们心里保持 火热和清洁的 重要的手段和方式 默想神的话 学习神的话 祷告的一些书 也是思想神的话 用神的话去祷告等等 所以这种学习的神的话 他就成为我们认识神 认识自己的一些信息 一些原则 当我们学习神的话 我们就发现自己 当我们学习神话 就认识神 认识神的性情和旨意 所以在神的话语里面 才会产生信心 滋养信心 兼顾信心 使信心得以兼顾 让我们能够接受神的话 在神的话语里面 献上恒乎神心意的祷告 我们对神的话语 全人不知的话 或者默论两可的话 我们就不可能放胆 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我们也没有底 我们凭什么说 我祷告的是 合乎神的旨意 我们凭什么说 我祷告上帝一定听我们 除非这个事情 是合乎神旨意的 不然上帝 为什么要听我们呢 所以弟兄姊妹 学习神的话 也很重要 教会所有的事工 都是在教导圣徒 在真道上 长大成人 所有的 本质的事工 之前我跟大家提到 教会的本质 是神话语的承载者 是上帝领受 领受神的话 并且持守神的话 遵守神的话 传扬神的话 这样的一些群体 这才是教会 没有神的话 教会就什么也不是 所以祷告也离不开神的话 因此我们把所有的精力 放在学习神的话语上 恐怕我们因着对神话语无知 我们得罪神 这百姓因无知而灭亡的警戒 不只是指责备 当时的以色列百姓 他们真的不认识神 他们真的对上帝无知 从祭司到先知都堕落 所以他们百姓更不用说 那些领受神的话 理解神的话 去教导神的话语的人 尚且不明白神的话 那百姓当然更无知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的教会如何呢 今天的教会也不容乐观 你不要看 好像那种各种学习 培训 seminar 各种教导很多 在国内你看到那种 网上培训 有很多是好的 但也有很多带读的 弟兄姐妹们没有区分 遇到很多找我来谈的 为什么 因为国内很多肢体 也认识我 也听我的信息 但是他们有困惑的时候 又不知道找谁的时候 有的时候也发信息 大部分很多的时候 我也没有精力去回复他们 没有精力回复 但是有些特殊的事情 我会回复 特别是已经认识的一些熟的人 我会认真给他解答 其中有很多人都在问一些问题 这个课程可不可以学 那个课程可不可以学 忙得要死 后来我就问他 聊了几句 我发现他脑子空空的 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就学 什么都不懂 连基药真理都不学 我该不该学这个什么 宣教学课程 我说先把基本要道学好了 什么都不懂 学宣教 就像一个幼儿园的孩子 在教导他婚恋课程一样 什么恋爱的个程 什么两性关系一样 从最基本的 孩子的时候 应该学孩子的 吃孩子的饭 学孩子应该懂的事情 当然现在小孩早熟 什么六七岁 以前说什么青春期十七八岁 后来现在十二岁 甚至现在六七岁 什么都这种有那种 冲动的这种情况也有 有这种乱七八岁想法 所以性教育开始 这种越来越早了 我的意思说什么 不同的年龄段 应该不同的阶段 我们上帝形容基督徒的时候 常常用婴孩 人的成长 肉身 人的精神和身体 物理性的生命成长的时候 生物性的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 那些类比我们属灵的成长 所以小的时候吃奶 然后吃干粮等等 长大成人等等 能吃干粮 心窍息练的通达 其实我们基督徒也一样 在不同的阶段要接受不同的课程 所以什么意思呢 现在普遍教会都面临着这样的事情 好像知识大爆炸 像单一礼书里面 所预言的那样 幕后的日子 往来奔跑 增添知识 好像教会很富足 但是很贫穷 为什么 不知道在学什么 没有办法循序渐进的 从最基本的东西 忙的要死 甚至有的人花钱去学 然后最根本 最重要的基督教是什么 福音是什么 宣教策略 研究各种宣教策略 宣教理论 什么各个 我是大学就是宣教系的 神学兼宣教专业 所以很多那些什么宣教的理论 宣教宣教史和宣教学史是不同的 宣教学理论从早期一直到现在 各种理论的发展 包括各种什么概念的产生 传道的法宣教法懂得很多 当他们一提到 他们说要学宣教什么 我就清楚知道 那个宣教的知识 在整个基督教信仰 它是最外源 最边缘的哪个领域的知识 但是最核心的他都不知道 然后他去宣教 就像传福音的人 不知道耶稣是谁一样 然后我去学传道法 跟人先怎么引言 怎么引导别人 然后最后传 方法知道了 容器有了 技巧有了 内容没有 所以很多神学院 保守的神学院 正常神学院 所有的实践性的课 基本上是安排在 二年级下半学期 或者说三年级的时候 一开始都是什么一些 导论序论 圣经科目 然后神学基本的科目 然后什么解经啊等等 最后到二年级开始 渐渐地给加一些讲道学 讲道法 墓会方面的 墓会基本上是三年级 什么意思 为什么这么安排 它有它的科学性的 没有一些系统的 扎实的基础的知识 就学一些实践性的话 实践一定会出问题 基督教的实践 不是说广热心 一下子冲上战场 我就凭着我热情 脑子空空的去做就行了 像马大那样的类型的 而是先懂得 侍奉的原理 先懂得基本的真理 这是从旧约到新约 都是这么讲的 所以学习 沉淀领受的功夫 是重中之重 那些藐视学习的人 他们也根本不是在侍奉 也不懂得侍奉 往往这些人 到了现场 一定会揣祸的人 因为侍奉的人 最看重的是神的心意 不是简单的抽几个经文 就搞出一套系统的理论 然后就去实践 扎实的去认识神 祂的作为 祂的创造 祂的护理 祂的救赎 基督是谁 祂的位格 为什么来 这里面说简单 你可能就简单的 几个福音的单章里面 可能就简单的说 要讲深 你要讲得懂 那你说你做宣教士 你要做传福音的人 宣教士也不可能总宣教 宣你也得宣得明白 对不对 不是拿宣教士看不过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举个例子 宣教师最起码也得是个牧师 MDU毕业以后 懂得基督教核心真理以后 到了现场 不光是传福音 传福音好像很简单 什么育工 什么接触 传道法 什么这种福祉 什么医院 但是建造医院最终 除了一般社会性的福祉 一般恩宠的去照顾人的 病人的身体以外 你要传福音给他 对不对 那传福音的时候 你说福音 说简单简单 说神有神 你要讲清楚不容易 耶稣爱你 什么 你是罪人 信耶稣 罪得赦免 得永生 你上帝在你生命当中 有个美好的计划 但是因为你是罪人 没有办法 明白也没有办法 享受这个计划 那你就要悔改 信耶稣 然后罪得赦免 然后享受神的爱 好像很简单 你每一个环境 讲清楚 这个不是容易的事情 我看到太多传道人 讲很多道 但是他们连福音是什么 基督教是什么 都讲不清楚的 好像知道 以为当信主两三年 就已经滚瓜烂熟的 指导福音 真正讲明白的 没有几个 这不就是基督教的悲催吗 然后热心的去工作 热心的去做事 然后脑子光光的空空的 灵魂里面什么都没有 那这种人 他怎么去侍奉主 最明显的 我们之前学的律法 那么多的 献祭的制度要求 祭司得记信号 不断地学 被祭 每一个日子 每一个祭物的 献祭的程序和方法 那个规则 他要牢记 不然的话就 很危险的事情 那那些事情 虽然事情的做 这种形式 我们不需要举手了 难道侍奉神就那么简单吗 我不需要学心 我就要有热心 我就冲上去 就可以侍奉神吗 上帝不是偶像 不是照着你认为好的 你用你的热心 你的想法去侍奉 上帝要求是 照着他的方法 按着他的话 顺从 没有神的话 怎么顺从 是不是 宣教士到了现场 简单的传福音 传来了 一开始是传福音 传道者和被传福音的对象 未信者传福音对象 但总有人来吧 来了你就得给他解释基督教吧 给他教导吧 那这个东西 你就需要对圣经也要熟 对教育也要熟 对基督教的历史也熟 对教会的行政管理 牧养也要熟 不然的话 你怎么去治理他们 礼拜怎么引导 你以为带个小组 我领个畅赞美的 你背后都有神学的 为什么这么做 是吧 圣餐的意义等等 包括信徒教育 其实一个宣教师 刚开始的时候 只简单的传福音 但到了当地 一住几年之后 他就是个牧师 全套的都要懂 哪个不懂都不行 所以不要随便的 轻看宣教士这个工作 好像我不需要读深的神学 我就去做宣教士 别去到现场祸害别人 宣教士并不简单 比牧会者可能要求的挑战更多 因为毕竟是另一个文化圈 或者是离开本族本家 到自己不熟悉的地方 要面临很多的 这种自然性的文化性的 人文性的政治性的等等 经济方面的 包括健康的心理上的 多方面的这种问题 所以他要更综合 更全备的准备 才能更好的侍奉 不然的话 顶多是被派到外面去 要做某种活的事情 他根本不知道 怎么去侍奉上帝 什么意思 基督教所有的实践 都要有一个扎实的基础 扎实的基础 不是随随便便的 广学婚姻辅导 婚姻辅导里面 对人性 对救恩 对救赎史 对人类历史 对人这种存在 有多少婚姻辅导 能够整全的 扎实的去教导全辈的 没有 没有 有一个算一个 几乎没有 最烂的就是那些技巧性的 技术性的 所以如何从上帝的创造 救赎去看待 人这种存在 看待性 看待男女 婚姻关系 神在婚姻当中计划 这个背后涉及到 基督教是什么 基督教的世界观是什么 基督教教导的到底什么 然后才教导 在整个基督教教导里面 去看待男人 女人 婚恋 结婚生子 包括以后 婚姻当中冲突 如何从救恩论的角度 去处理 你不从救恩论的角度 去处理 都是皮毛的处理 在家庭当中 如何学习舍己 舍己这背后 都是救恩论 个人的成圣 和家庭的成圣 这个本质 如果讲不通的话 都是技巧 都是方法论 所以弟兄姊妹 什么意思 祷告这种小事 看似小事 不是什么小事 礼拜 你要向神祷告 你张嘴的时候 不能随便讲 来到神的面前 要谨慎脚步 谨慎言语 不要轻易开口 为什么 神是圣洁的 所以要学习神的话 先学晓得神的性格脾气 他喜欢什么 他恨我什么 他要求什么 摸着神的心意 去照着他的心意去做 这样才叫做侍奉 不然的话 就是杀猪流血 献祭给偶像一样 照着我的心意去献 所以学习神的话很重要 同样的原理 主导文里面都告诉我们这样的原理 听命顺从 这是新旧约贯穿的一概的 扫罗大家都知道 扫罗旧约的 以色列的第一任王 扫罗 多么 一开始 其实他有很多优点的 比大卫优点多 高大 体壮 然后很谦卑 等等 很有怜悯之心 做了王以后 骄傲了 开始不顺从神了 就开始自私了 靠自己的方法维持自己的地位了 忘记神立他 本来不配的人 上帝立他 上帝当然要兼顾他 重点王的责任 不是自己维护国家 重点王的责任是顺服神 结果撒罗旨没来 那着急就匆匆忙忙献上祭 那献祭不是他献的 要等候撒罗旨来献祭 灭撒美利亚的人的 灭亚马利人的事情上也是 自己存了贪心 留下那些好的肥羊 肥美的牲畜 然后又不该怜悯的事情上怜悯 该灭的是人不灭 那个王他给留下了 上帝就不悦他 为什么 王最重要的是顺从 不是聪明 自己的野心 自己的计划 自己的什么国度的观念 听命顺从 所以上帝说 虽然扫罗是以借口说 我要献祭给你 实际上圣灵告诉我们 是扫罗联席那些羊 他自己贪爱那些羊 心疼那些羊 留下了 并不是真的要为献祭 找借口说我要献祭 所以上帝堵他的嘴说 听命圣于献祭 反过来 不顺从就如同行邪术 拜偶像 所以弟兄姊妹 祷告的事情上 也需要我们 学习神的话 认真的去学习神的话 所有的侍奉 你说赞美对不需要神的话吗 那歌词里面 每一唱出来 都是教理教义 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感恩赞美呢 发自内心 这种发自内心的赞美 如果对神的恩典 没有体认 体验和认识的话 那种赞美是不可能发出来 对不对 所以背后都有真知识支撑着 放音乐 你说我不需要 放个PPT 需要什么圣经知识吗 放PPT 这种事情 也需要对神有认识 不然的话 你放PPT的时候 广放PPT 自己也不敬拜 广在履行 那个岗位的职责 但是自己却成为 礼拜的话外人 在礼拜之外 所以现代教会当中 特别是我们这样的牧师 礼拜的时候 大礼拜的要服侍信徒 要为了信徒好好专心礼拜 什么接待 管理空调 灯光 什么窗户等等 按耐 指南 引导 服侍 人家信徒在赞美的时候 我们在站着去数数 然后等等 人信徒祷告的时候 我们在数数 很危险 结果传道人可能 为了服侍别人 却自己不能成为礼拜者 这个很危险 当然我们教会可能有替代的 有的时候传道人礼拜等等 专心礼拜的时候 所以这种过程当中 有的时候迷失自己 自己把自己成为礼拜无关的人 所以侍奉的人可能成为不礼拜的人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说实话 我如果不传道人 我宁可安静在教会里做礼拜 做一个享受礼拜 在礼拜当中专注礼拜 去思想神 祷告神 安静可以祷告 安静的可以去专心去赞美 也不必要去太多的寒暄 跟别人打招呼 专注在神的面前礼拜 这是多么美的事情 但是有的时候出于使命 不得不去服侍的时候 像有些赞美队 放PPT的 领赞美的还可以 放PPT的最容易落入是他 自己成为旁观者 每一个礼拜环节都很重要 都需要真知识去支撑 关于基督教信仰的 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真知识 需要信心的 凡不出于信心都是罪 没有真知识 拿来的信心呢 对不对 这就是为什么教会 一定要把教育搞起来 学习 培训搞起来 作为信徒 所你委身一个教会 你一定要看这个教会的讲道 和他们的训练是什么 不要总是学技巧 技术 那是最低级的 最末端的知识 原理性的知识 不知道的话 那个实践是不蒙神悦纳的 但是你要懂得原理 你去学实践的时候就容易 因为那是最轻的那些知识 不像原理的时候需要付出很多代价 而且你懂得原理了 那些实践的东西一结合就可以 甚至有的时候能看出来实践 哪个方面在圣经的根基上是薄弱的 甚至是错钮的 但是你要没有这个原理 教你是啥就是啥 就像一个空的桶子一样 韩国话叫钢桶 就空的一个铁桶子一样 装你是啥就是啥 没有任何的方便 分辨 所以弟兄姊妹 祷告是需要神的话 因此不单祷告有规范性 主导文提供了我们的规范 我们不能越过主导文所教导的那些原理 越过神的荣耀 越过神的旨意 越过神的统治 越过神的国 不能超越主导文所教导的那些原理 用自己的私意 随心所欲的 编造出其他的东西超越 所以要约束 这叫规范性 但是另一方面 主导文并非是教导我们 照本宣科的去背诵经文 不加上任何想法 只是重复的单纯的 重复那个导文 不是那个意思 规范 所谓的规范是没有细节 但是它给我们提供了原理 可以让我们有方向性 有原则性 同时呢 规范的同时 祷告又有自由性 不是照本宣科 我们可以像圣经里面 所显示的 记载的那些 旧约新约的圣徒们的 祷告一样 他们在同一位圣灵的 引导下祷告 但是他们所用的词汇 语言不同 但是你发现 他们都是 合乎神心意的 这样的祷告 可以有不同的表达 但是却是同样都在求神的旨意 按着神的旨意去祷告 语言的词汇可以不同 但是内容上却是一致的 都是神的荣耀 神的国 神的旨意 所以非字句性的 照本宣科的 而是 虽然使用不同的词语 但是我们却内容上一致 与主导文交道的原理是一致 主导文的规范性 没有人有权利 可以寻求期待 或者求神赐他任何 在这个祷告范围之外的时候 越过主导文的 都是非法的 都是不法的 都是神所不喜悦的 圣经中 敬前之人祷告的例子有很多 我们就不举例了 所以这个就是主导文的规范性 约束我们 不要肆意去祷告 第二 主导文它具有充足性 我们前面也谈到了 无所不包 包括赞美神的一切的内容 愿你的名 愿你的旨意 愿你的国 所有的注意都焦点 关注在神自己身上 他的尊荣 他的尊名 他的旨意 他的统治 上帝的荣耀 最后 愿尊贵荣耀 都是你的 直到永远远远 对不对 一切关乎神的荣耀 的事情都包罗在里面 然后 一切关乎我们自己所需用的 也都包括了 我们日用的 所需的 包括我们属灵上的犯了罪 怎么的问题 灵性的问题 包括属灵征战的等等 那个征战的具体的个例就多了 对不对 一个人活着 有什么可以摆脱 我们所需用的粮食 我们的罪和 所有的试炼和试探 有关的呢 就我们不 落入凶恶 不落入试探 我们活着 所有的领域 其实都可以 预见是他 所以在每一个方面 其实都包罗了 我们所需用的 因此主祷文 它具有充足性 它足够指导 我们生活当中 方方面面 权威性和充足性 任何的祷告都无法 与此祷告的完美相媲美 完全相媲美 主祷文 主耶稣所教导的 最完美的祷告 最权威的 最规范的 最典范的祷告 最完备的祷告 我们可能 几秒钟就把主祷文 滚瓜烂熟的 就背一遍 有的时候甚至 脑子在想别的事情 嘴还在嘟嘟当当的背 是吧 却没有 背得那么熟 却忽略了 它里面 隐藏的那个宝藏和原理 指引我们 的祷告 能够合乎神的心 它是最完美的 没有任何祷告 与之相媲美 那今天我们的主祷文 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谈到了主祷文 是出于上帝 自己的智慧 所教导的 所以谁敢冒犯 说神的智慧不够呢 他的教导不够 所以在他的智慧之外 又加点别的吗 所以我们要顺从 而且是按照 上帝自己旨意 教导的 上帝所喜悦的旨意 都包罗在里面 关于神的荣耀 神的名 神的统治 神的旨意 关于我们在吃的 所需用的事情上 依靠他 包括罪的事情上 寻求他的饶恕 包括征战的事情上 依靠 承认自己的软弱 仰望神的救助 来战胜事谈 这样谦卑的态度 依靠的态度 凡事上尊荣神 顺服神的态度 就是神的旨意 所要求的 也是我们的需要 我们所需用的 所有的 我们活着所需用的一切 我们活着所必须的一切 无论是生存的物质性的资料 还是属灵的 罪的赦免和属灵的资源 不是都借着祷告 去仰望神吗 所以主导文告诉我们 我们该如何在祂的面前求 应该求什么 向着什么求 告的顺序是什么 所以盼望 我们能够借着主导文 在神的面前 时刻默想主导文 然后借着主导文的 这样的规范 在神的面前 一方面想到规范性 不能肆意随便祷告 另一方面又有自由性 可以在祂的规范的原理里面 用不同的语言 但是去求相同的内容 就是那个神的国 神的名 神的荣耀 这个六个里面所规范的 合乎神旨意的那样的求 好 辛苦了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祷告 一起来祷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